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分堂高老师 很高兴再来帮你介绍Android的架构体系当中 就是它的架构知识体系当中 里头印藏的很多这个设计招式 那我来帮你解释这个设计招式之美 也就是设计招式在Android里头所扮演的非常亮丽的角色 这个角色呢,它让我们心中有美感 这个美感并不是在Android的本身 而是呢,这个设计招式让我们心中有美感 当我们心中有美感的时候 来看世界的文物 自然就会觉得很美 信不信有你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呢,我就来帮你说明 怎样子的人生经验 OK 好,这是大家看过我的MV的这一个照片 OK 好,那在这里呢 我还是请各位来听我 这一个两分钟 的这一个 我的演讲视频 OK 好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三名的这个数据 那我收明这一个硬件的元素 我现在又把焦点放在 刚刚有硬件、短件、设计 三个元素 那我们先来定义一下这三个元素之间的关系 那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我是设计师 设计师 一定是按照自己的想象 最美好的技术 所以我把硬件的元素看成是战术 战术才能够赚钱 战术才能够创造 他的真正的亲密感 他的数据 但是只有硬件不行 没有战力 所以我需要用软件的设计 来强化 他的这个数据效果 所以我们才需要软硬整个这样的事情 表面是他只要好 像是硬件是比较老大 不是 他只是战略、战术而已 那战略就是要用强化规模的战术 只有战术才能够去打赢战术 才能够打赢战术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 我们怎么样 到底有了这个战术是什么 我们希望穿出了这项战术 看起来是不是处处困难 因为他像一个小朋友 非常地战术 我们来问这个帅哥 你是不是喜欢战术 他不好意思说 好的各位粉丝们 那我们再回到 我们的课程咯 好 那我们这个 再说明一下 我这本现在讲的这个讲义呢 就是来自我 2009年所写的 这一本书 那从今天看起来 这些设计模式 在Android里头 仍然是 表现的非常的亮丽 表现的 非常的 这一个迹象万千 所以我就 在今年呢 在这个时间点 来帮你解说 这本书 以这本书当教材 来帮你解说 这个Android幕后 的这个 设计招式 那他的 带来的美感 OK 所以在这一个 单元呢 我首先来帮你说明 这一个 设计模式的 他的美 到底在哪里 美是从哪里出来的 好 那为什么 我们要谈 这个美呢 OK 接下来 接下来 就来介绍 这一个 工厂的 方法 就是 我们简称为 FM 的模式 就是 Factor Messor Pattern 好 那这个 所谓Factor 的意思呢 就是New 对象 好 就是 New 这个 object OK 好 就是 一个 class 那么 他的任务 如果 这个class 呢 F 他的任务 是 来 new 这一个 P 这个class 的对象 这就是 new 那我们就 会说 这个就是 一个工厂 因为工厂呢 产出 产品 工厂 就是 生产产品 所以 在Factor Messor Pattern 的 重点就是 创建 对象 创建对象 接下来 会帮你介绍 这个 四人帮 这一本 书里头的 他对于 Factor Messor Pattern 的一种 说明 一种说明 然后 接下去 会帮你 做这个 Factor Messor Pattern 的一种 模式的 延伸 到 4.3 的时候 我们还是 一样 汇集 这个 Android 的 范例 从Android 的范例当中 来说明 FM 模式 的 表现的 这个地方 以及它 表现出来的 这个光芒 好 现在我们就来谈 这个 为什么 这个设计模式 会带来美 它的美 又在哪里 它的美 所以我们先 确定一件事情 这个 模式本身 它 无关 美 不美 好 再来 我们所观察的对象 也没有 美 跟不美 好 我们看一朵 玫瑰花 玫瑰花本身 没有美 跟不美 我们心中 以什么样的 视角 带了什么样的 pattern 来看这个玫瑰花 这个pattern 本身 也没有美 跟不美 好 那么到底这个美 从哪里来呢 好 就跟刚刚我讲的 呃 你看到的视频 一样 我们 今天 好 看到 这一个 一个产品 让人家觉得 它楚楚动人 那我们就会觉得它 很单纯 很可爱 因此呢 它并不是很复杂 我们就不会害怕 好 所以呢 这个简单 可以消除我们心中的 这个复杂 以及 害怕 所以呢 我们就会觉得 它具备有 美的 一个基本元素 就是 简单 简洁 好 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它 简单 所以 我们的 控制能力 就增强了 所以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能够 掌握它 所以刚刚 用了一个例子 就是问了一个帅哥 你想不想 啊 希望不希望 你的 女朋友呢 所以常的 单纯 楚楚动人呢 它就笑了嘛 所以就说明了 每一个人 都是希望 我们的 这个 观察的对象 简洁 楚楚动人 然后 让我们觉得 我们能够掌握它 因此呢 我们就 拥有了力量 所以 得到 力 量 以美 的结合 就叫 力以美的结合 所以 美感 是来自我们的 心中 那 我也 一直给力 当我们在观察 太阳系的时候 我们 没有 我们不会 你觉得它是 可爱的 我们会觉得它 蛮复杂的 我讲的就是在 当人们 还没有 学会的 奥基米德的 土圆 跟几何学的时候 我们在观察 这个太阳系 我们会觉得 太阳系是很复杂的 因此呢 会不容易理解它 不觉得它 楚楚动人 反而会害怕它 反而会 觉得我们很渺小 没有办法掌握它 但是 当我们 学会了 奥基米德的 土圆 集合学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太阳系 只不过是 十二个土圆 所过程的 因此呢 我们就会觉得 哦 那这是一个 很美的 一个组合 因为十二个土圆 构成的 这一个图案 是很漂亮的 它既有 简单 简洁 让我们 觉得它 楚楚动人 然后 因此呢 我们拥有了 掌控的能力 所以 获得了 利益美的 感觉 就是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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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美感 是来自于 我们的心中 来自于我们 这些 pattern 让我们 能够 理解 复杂 让我们 能够 不会害怕 复杂 这就是 pattern 当我们 这个 要 这一个 呃 碰到 一只老虎 的时候 我们想 把它 掉开 一想到 有一个pattern 叫做 掉虎衣衫 OK 那我们就 不会觉得 这件事情 是很可怕的 而是觉得 so easy 所以心中 之美 自然而来 OK 所以在这里 我们说明了 藉由 这个 像template 的messer pattern 我们简化了 我们对于 这个mine的 这个 附类 与 子类的 复杂的逻辑 的知识 就是在上一章 我们 使用的 tm模式 来 让我们 很轻易的 去理解 啊 这个 i-mine的 接口 看过一个 i-mine的 接口 然后 它有一个 G类 叫做 by的 然后 我们来 继承 写一个 啊 mine的 这样的 结构呢 雜看之下 是蛮复杂的 但是 当我们 心中 有tm模式 的时候 哦 原来 这里头的 transact 这个函数呢 就是template 的messer 就是template 的函数 原来这边 有一个on que on transact 它就是hook函数 OK 所以呢 我们就不会 再觉得它 复杂了 对于这个 复杂的逻辑的 我们就觉得 我们掌握了简单 来理解的复杂 OK 这就最重要的咯 我们掌握了简单的 椭圆 来理解复杂的太阳系 因此呢 太阳系 在我们心中 就不再复杂了 所以 有的模式 并不是 让太阳系 变得简单 而是让我们 心中 产生的 美感 产生的力量 因此 觉得 这个太阳系 一点都 不再复杂 OK 所以呢 这就是 设计模式的 威力 让我们 不再觉得 这个binder的 负类 质类的 关系是复杂的 所以template 的 模式 资美 就提升了 它的资美 美就美在于 它提升了我们 面对 复杂事物的能力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一本书 整本 都是针对 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 让你心中 有了这些pattern 因此你就不会再觉得 Android的架构体系 是复杂了 因为 这些pattern 以及高老师 这个课程 提升了你 面对 以及掌握 应付 以及 这一个 运用 复杂事物的能力 OK 让你可以 心中 觉得很简单的 掌握的 复杂的 外在世界 OK 所以 美国的A5大学呢 这个 在这本书呢 叫做 利益美 就是 计算机的 革命原动力里头 就写到 美对软件是很重要的 但是大部分的技术人员 并不愿意他们美的重要 所以 今天 你会听我的课 听到第十章 表示呢 你心中 啊 对于美 是有需求的 对于美 是有认知的 对于美 它的重要性 是有充分理解的 所以美在 中的重要 在 是软件史上 一个发展的 没落 OK 所以在软件的发展上面 美 带来的 搬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就工程的角度看 美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软件很复杂 OK 决定一件事情 软件很复杂 复杂使得 我们的软件开发变得困难 好 那么我们怎么样子 让这个软件呢 不再困难呢 好 那么就是 要应用的是美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就是说 软件本身是复杂的 我们不是去让软件本身 变得不复杂 所以 很多人的认知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就说 这个软件很复杂 所以我要让 我要来简化软件 这一句话本身是有语言的 我们应该讲的是 软件本身是很复杂的 我们应该来增强人们心中的 这个pattern 这个设计模式 好 然后 来强化人们 对付这个复杂事物的能力 OK 就是软件本身是复杂的 这个复杂性 在软件来讲 它是本质的 所以你不能把它删除 但是我们可以 透过这个内心 对于pattern的认知 而来增强我们 掌握软件复杂的 这个能力 就是 我们可以增强心中的美感 这个美感呢 可以来强化 提升我们管理复杂 面对复杂的能力 OK 所以 我们 不要去说 我要简化软件的复杂性 软件的复杂性 它是不能被简化的 简化的是 我们 透过心中的美感 我们 让我们呢 不会觉得 软件是复杂的 那这样子 提升了我们 管理 掌控 对付 应用 复杂的 能力 这才是 终极之道 这也就是 埃鲁大学教授 所谈的 这个意义 也就是这一本书 也就是我们 现在我在教你的 这本 《设计招式之美》 一个 出发点 就是 来自埃鲁大学教授的 这个观点 所以我就 依据这个观点 来把这个设计模式 放到你的心中 让你觉得 Android的 这个架构体系 是楚楚 透明的 OK 好 同样的 在本章 我们要介绍的 FM模式 那么 FM模式的美 来自哪里 也是来自我们的心中 OK 例如呢 Activity的子类 就是说 这是子类 但是在G类里头 定义了一个 卡损函数 叫做onCreate 那很多人呢 把它背起来 说 我AC01 这个子类 我就必须去实现onCreate 但是大家不知道onCreate 从哪里来 这个时候 你只是把它背起来而已 背起来之后 你的 这个 美感没有提升 因为你并没有透过这个特定的pattern 来简化 来强化 你对复杂的认知 好 你只是把它背起来 啊 把它视而不见 好 就是说 对于复杂 对于这个太阳系的复杂 我就是闭着眼睛 不要去理它 好 不要去理它 那 这个病在你心中 好 只是头鸟 只是视而不见 不去看它 好 所以你没办法看到它真美 因为你是没看到它 而不是看到它的美感 所以呢 我们这本书 啊 在现在在谈的这个课程 我们用意 是要让你去了解 这一个onCreate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这样的机制呢 是来自于这个FM模式 啊 FM模式 也就是 来自于呢 这一个onCreate的函数 是来自于TM 这一个Pattern 加上FM这个Pattern 两个模式的组合 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情境 所以 这是复杂的 但是很多人 选择呢 头鸟 视而不见 这个时候呢 它 在我们心中 并没有美感 只是没有感觉 可以 但是在我这个课程呢 但是在我这个课程呢 我就希望你能够 对一个天天都在看的onCreate 能够透过两个设计模式 来强化你对它的认知 能够让你呢 在心中 觉得它是处处动人的 所以你每次看到onCreate的时候 你会好像看到一位处处动人的小姑娘 你会觉得会长得可爱 你会心中会爱惜它 会喜欢它 会想去照顾它 因此你的美感 心中的美感就提升了 那在你心中会产生的很多愉悦的心情 很多快乐的心情 这样子在软件的生涯当中 在你写代码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的获得快乐 这就是让你心中呢 突然清晰起来 并探约这个设计模式美的威力了 OK 那我们就希望这一本这个课程呢 可以让你心中有这个感触 感触到 哦 原来 当我心中有了这两个模式之后 我会觉得这个onCreate 是这么的可爱 所以每次看到它 心中就产生快乐的心境 好 那这个带来的人生的一个美感 好 人生的美感 好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啰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小地方